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身世坎坷 本该成为一个普普通通的漂亮女孩 却经历家族背叛 毕地瘫痪 最终凭借自己的努力和眼光逆风翻盘 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她是如何度过这些困难 并从一个演员成功变身女企业家 1971年 李自出生于香港 她的桌身显赫 生活在一个电影世家 爷爷林明伟被誉为香港电影之父 奶奶林楚楚则是风华绝代的著名电影明星 姑姑黎轩则是TVB著名演员 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里 她无论是天赋 相貌 还是背景都胜人一筹 相较很多出身行威的女艺人来说 她本应该拥有的是一段风光无限的人生 但真实的生活通常比电影更加戏剧化 随着爷爷奶奶的去世 家族遗产大战随之而来 李自的父亲因生患脑膜炎 导致听力只剩下两三成 自然成为这场遗产大战的牺牲品 年仅九岁 从小生活优渥的李自 就这样随着父母搬到了狭小的出租屋 开始了一段长遍冷暖 解决度势的窘迫生活 父亲身患重病 养家的重担落在了李母身上 李母白天出去开小货车 晚上回来还要照顾父子三人 李父看着妻子的辛劳很是心疼 便去健身房打打零工 董事的李自也主动分担起照顾弟弟的工作 准备弟弟的仪式三餐 收拾家中的卫生 洗衣 在学习上也是更加的努力 成绩名列前谋 可余时间他还会去帮父亲的忙 有次他去健身房找父亲时 正巧就碰到了香港的第一歌神 许冠杰 许冠杰看到长相可爱的李自 很是喜爱 在叛谈间得知了他们的悲惨绅士 便主动将他介绍到新一城影业公司试镜 就这样 他成为了一名临时演员 之后的他开启了跑龙套的生活 时常在剧主动穿梭 他曾经回忆那段经历说 那段时间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吃饭 领薪水 在没戏拍的时候就找地方写作业 1986年 他在喜剧电影《开心鬼》当中当群众演员 有一场戏写老师离开 当时的导演黄板明要求 能哭就哭 哭不出来就趴下 只要不笑场就行 没想到李自在其中痛哭流涕 在片段结束之后都没有缓过神来 摄像人员注意到了 就跟黄板明说 你注意一下这个小妹妹 我觉得她很不错 在留意李自的表演之后 黄板明注意到了这个小女孩灵性的演技 于是直接与她签约 将她手指挥下 读书对于当时的李自来说是奢侈的 为了尽可能地减轻家里的负担 她辍学成为了正式演员 之后接连出演了《乌龙大家庭》 《飞越羚羊》两部电影 也赚了不少钱 这时本就心中有愧的父母 就劝她回学校读书 而李自也答应了 1987年她返校读书 在陪正中学毕业之后 又在演艺学院学习舞蹈课程 当时的她对校园时光很是眷恋 甚至已经联系好了外国的学校 准备出国留学 16岁的李自 一袭长发 挺挺玉立 在学校成为了女神一般的存在 在某一次惊人巧合下 她遇到了37岁的漫画大王 黄玉郎 当时的黄玉郎才离婚不久 她看到李自第一眼的时候 就被对方的美貌吸引 她比李自大了21岁 情场老手 碰上青春少女 两人很快就擦出了果瓜 这段不同于世俗的恋情 已经曝光 李自就背上了狐狸精的骂名 但是在黄玉郎 甜言蜜语的攻略下 她被迷得云头转向 丝毫不在意外界的声音 在两神热恋期间 黄玉郎在自己画的龙虎武士中 将命名女主角的名字为李自 在李自生日的时候 带她去香格里拉的酒店庆生 谁知交往一年之后 她因为制造假账陷入危机 直接向李自提出了分手 以由是出现了金融危机 需要和前妻复婚挽救局面 但是分手之后 她却和李自背走到了一起 当时的李自低迷了一段时间 她哀求黄玉郎不要分手 遭到拒绝之后大病了一场 甚至想过自我了结 但是考虑到家庭情况 和弟弟之后的学费问题 无奈之下 她决定放弃在国外读书的机会 再次回到演艺室演中 1990年 黄柏明再次中面 将她推荐到TVB 双方顺利签约 她的花容月貌 很快吸引了众多富豪公子的目光 许金亨是当时香港 货真价实的钻石王老五 为了追求李自 她直接在李自生事大天 送出了价值千万的豪宅 但是李自拒绝了 当时的她 依旧身陷在失恋的阴影中 加上她深知 眼前的男人不靠谱 所以对于两人的情感发展 不包甚合的幻想 而许金亨也确实没有坚持多久 转身就与何超穷结了婚 之后李自专注于事业 经常一整天都待在剧组 请教各个前辈演习经验 功夫不负有心神 1993年 他出演了《倚天屠龙记之魔教教主》 并在其中饰演周指硕 剧中一个摘掉灭纱的画面 被称之为香港电影 四大经典画面之一 童年在华纳唱片的包装下 她的专辑《如果真的恋爱》 获得了金唱片销量奖 在事业一片大好的时候 她再次迎来了自己的爱情 在拍摄《武尊少林》的时候 她的牙齿出了问题 同剧组的工作人员就将自己的牙医朋友 钟少甫介绍给了她 在接触过程中 两人一见钟情 顺理成章地走到了一起 但由于此时的梨子太红了 常常为了工作四处奔波 所以没多久 两人就分开了 之后她和郑一剑 陈小春合作了《古惑仔》 在其中饰演陈浩南的女友小结巴 这部电影让她迅速走红 深受观众喜爱 也因此摆脱了花瓶的陈浩 当时的她就连走到街上 都会被小混混叫一声阿嫂 如果说古惑仔让她小有名气 那么《倚天屠龙记》 就是让她事业大火的标志 2001年 TVB打算拍摄《倚天屠龙记》 李兹茅随四剑出演赵敏 早前出演《魔教教主》的时候 她就对赵敏这个角色产生了兴趣 而她也得到了这个机会 电影中她将蒙古郡主的娇媚野蛮演得淋漓尽致 上映之后甚至还出现了李兹之后再无赵敏的言论 电影的大火也让她赚得盆满钵满 于是她先是给家人买了房子 随即又出资 让弟弟出国留学 去英国攻读硕士 学习皮肤方面的知识 所有的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 安顿好家人之后 她再一次迎来了一段恋情 2003年在一次酒会结束之后 她在酒店门口差点滑倒 恰好被马亭强看到了 于是就上演了一部英雄救美的信马 马亭强是东方日报创始人之一 马歇淑的儿子 也是有钱有势有地位 但身为富二代的他 却又巧有残疾 被称为香港第二果豪 之后两人先是被媒体爆出 两人在伦敦游玩五天四夜 接着又被拔出马亭墙为李兹 一致千金花费百万 但是他们始终没有官宣恋情 在各种绯闻传播的时候 李兹的弟弟离英学成归来 李兹很开心 在弟弟回国之后 帮助他开了一家美容中心 弟弟也非常懂事 在小友成就之后 直接给姐姐一张卡 说我可以赚钱了 以后换我养你吧 李兹很是感动 他觉得自己的弟弟长大了 自己也可以放下心来 但是这种生活却没有维持多久 2007年 珠光宝气的拍摄现场 突然传出急速的手机铃声 正在拍摄的李兹 看到是弟弟的号码 立刻就接了起来 随着电话的挂断 他呆立在原地 眼泪不断地从眼眶流出 并立即赶往医院 当时的李英正在抢救 原来弟弟住了车祸 生死非常严重 说术结束之后 医生对李兹说 他有可能一生都醒不过来 这个时候他给剧组打了电话 说自己弟弟出事了 所以要退出剧组 但却遭到拒绝 并劝他 你也是需要钱 剧组可以等你 于是他开始了医院 剧组两头跑的生活 这事不久就被马亭墙追到了 他对李兹说 别做了 我可以养你 即使你不嫁给我 这让李兹很是感动 人在脆弱的时候 往往需要这样的温暖 于是两人走到了一起 在李兹的悉心照顾下 李英昏迷了三个月之后 终于苏醒了过来 但很遗憾 他还是因此落下了终身残疾 马亭墙为了李英之后的治疗 拿出了5000万 成立了一个基金会 1000万用来治疗 剩下的4000万则用来供弟弟生活 在助攻宝器的发布会上 李兹宣布退出演艺圈 吸引之后 他接手了弟弟的生意 并获得了上市公司奖和女企业家奖 2009年 38岁的李兹和52岁的马亭墙结婚 在澳大利亚举行了婚礼 婚后他们一共生了三个小棉袄 生活非常幸福 九周年纪念日的时候 李兹还在社交媒体公开了他和老公合照 其中有一张他身穿婚纱和先生相拥在一起的照片 让无数网友羡慕和感动 前段时间他又在社交平台上 分享了和女儿做甜品的生活动态 制品中他和女儿们都带着围裙 手里拿着裱瓜袋 小心翼翼地朝着模具里挤奶油 蛋糕做好之后 他捧起来拍照 手里的鸽子蛋却十分地抢眼 没多久他又晒出的豪宅更是让很多人感到羡慕 这栋豪宅位于维多利亚港附近 整体装修风格 以欧式奢华为主 整个客厅金碧辉煌 天花板做了流金秒边设计 搭配金黄色的水晶灯 第一眼就给人以大气名贵之感 地面铺着进口的金碧米黄大理石 可听通往阳台的超大落底窗 可以收获绝美将景 俯瞰城市的房华 还专门设置了餐桌和卡座 方便某个午后来一份水果 泡个室内式光浴 厨房整体风格也是以金属色调为主 台面整齐有序地摆满了各种厨具 李子常常和女儿们一起做美食 最让人羡慕的是她的超大衣帽间 衣帽间用透明推拉门与卧室形成隔断 空间甚至比得上普通家庭的房间 当然豪宅的照片一曝光 自然少不了人们说她抱上了大腿 才能有这样的生活 实际上她退出娱乐圈接管弟弟的美容院之后 美容院的规模也在逐渐的扩大 甚至有人说她的个人身价超过了10亿 李子虽然每天忙于公司的事情 但是每个周日的亲子时间 她一次都未缺席 此前她还在社交平台上 发布了她陪伴女儿们 一起外出放风的照片 照片中母女四人一起骑着脚踏车 十分的温馨 她还留言曾说 每次陪伴她们就是我最幸福的时光 她不仅在生活中与丈夫苦心经营 在事业方面也超过了大部分的女性 正是这样平等的生活方式 才能让她过上如此自信坦荡的生活 虽然嫁进豪门 但她从未选择当一个金丝雀 而是一只自由自在的鸟儿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雨季太太的视频 欢迎点赞 分享视频 并订阅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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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